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 我蒋某人 那是要有罪过的 大令 你打算做什么 做什么都可以 摩泽东不就在重庆吗 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1945年 蒋介石三次指点毛主席 邀请他到重庆和平谈判 然而在谈判桌上 他又毫无诚意 还假意要为毛主席 某个职引得伟人 哈哈大笑 谈判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毛主席又是如何与老蒋周旋的 感兴趣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记着往下聊 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 胡乔木曾坦言 主席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定决心的 其中一件就是 1946年同国民党决定的问题 而他提到的这件事 就与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有关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投降 在全国人民狂欢之后 我们不得不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人们是否可以享受到社会的安宁 毕竟当初国共两党是因为共同抗日 才一起合作 如今抗战胜利了 这种合作模式还能维持下去吗 面对这一问题 此时势头正望的蒋介石 再次燃起了消灭共产党的苗头 不过这次他不愿意背负挑起战争的罪名 为了强占舆论的先机 便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那就是打着探讨国家未来的幌子 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为此他连续发了三封电报 电文中还多次使用了万级的字样 并表示了零点不胜 或许悬判之至的极其心情 如此反常必然有诈 毕竟抗日战争还没完全爆发之前 老蒋就有了企图对毛主席不利的想法 还曾给伟人下了一道通缉令 赏金高达十万大洋 所以此举一出 不管是延安的领导层 还是普通百姓都认为 这是蒋介石在重庆的一个鸿门宴 若是赴约恐怕有去无回 一时间毛泽东是否前往重庆 和谈能否进行成为一大悬念 就当大家都以为毛主席不会准时赴约时 伟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 我们真的有和平建国的意愿 8月28日 毛主席率领代表团从延安抵达重庆 这则新闻震惊了中外 刘亚子还专门为毛主席做了一首诗词 称赞踏势 弥天大涌 老蒋一开始 压根就没想过要和谈 他认为毛主席不敢到重庆 所以他发起这次谈判 也只是假装顺应民意 他原本打的算盘是 毛主席拒绝参加谈判 然后他就可以给我党扣上 不要和平 有意内战的罪名 这样就能在舆论上占据上风 因此毛泽东的突然出现 令老蒋有点意外 不过换个角度看 这对他来说 又何尝不是好事 毕竟人在他的地盘 毛主席到达城庆的当天 老蒋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劫匪宴 在晚宴上 为人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 老蒋则则把毛主席叫做润之 可见蒋介石此时就已经开始拔高自己的地位了 宴会结束后 他还邀请委人在自己家留宿 一对竞争了十多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 场面看起来似乎很是和谐 然而老蒋当晚就在日记中写道 毛润之果应赵来于此之一行 实属上帝所赐也 可见他一直都没有用相互平等的心看待共产党 在他的心中 他们更想识封建时期的军臣关系 这种心理状态下的谈判又怎么会成功 果然接下来的谈判混难重重 四十多天里 毛主席与蒋介石一共会面11次 当面常谈就有三次次 为了达成和平协议 我方还屡屡退让 提出了11项谈判要制 其中就包括坚决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领导 然而老蒋看到方案后还是不满意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 他主要还是想让我们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做出让步 他的野心很大 不仅想要收回共产党的所有军权 还想压缩甚至消灭我们的军队 毛主席比谁都了解 没有军队就只有此路一条 但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人民的幸福 我党又再一次做出了让步 将我军现有的262个师 缩编为48个师 即便如此 老蒋还是觉得太多了 他表示 只能允许我军保留12个师 而且还得由国民党的人来领导 对此 毛主席认为 解放区至少要保留43个师的兵力 此外 还要以领导者的身份 管理至少5个省份 于是较之前的方案 再次让步了5个师 由于双方的诉求差距太大 很难达成一致 最终还是没谈拢 为了缓解尴尬 老蒋提出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建议 他说 假如毛主席交出解放区和手里的所有军队 就让他去当省长 伟人听后顺着他的话问道 当哪个省的省长 蒋介石还以为毛主席已经心动 便装腔坐视地说道 可以到新疆任职 主席听后 哈哈大笑 不知道 伟人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只知道后来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让我们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 要么宣判谈判破裂时 毛泽东态度坚决地回复道 不承认也不破裂 问题复杂 还要讨论 在毛主席等人的不懈努力下 经过一个多月的重新谈判 终于在10月10日落下了帷幕 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要求必须共同努力 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长期合作 坚决避免内战 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这一消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毛主席临走那天 老蒋还与他一起共进早餐 之后 重庆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前去机场相送 在张志忠的陪同下 毛主席等人启程返回了延安 或许有人会疑惑 老蒋为什么不敢对毛主席下狠手 其实毛主席决定去重庆谈判时 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说如果我们做出最大的让步还不行 那就准备做班房 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 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因此一起随行的警卫也都是精挑细选的精锐 必要时刻也会物为人周全 另外当时我国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 战后重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显然国民党这时也还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 再加上这次重庆谈判国际上都很关注 美族两国还曾对我国许下过安全承诺 斯大林发电报支持毛主席去谈判 美国不仅提供飞机 还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迎接 最重要的一点是 那时我们已经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 确立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主席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 和平建国又是大家所期盼的 若是老蒋当时下令口仰毛主席必然会大势民心 所以即便机会就在眼前 他也不敢这么做 不过几个月后 他还是安耐不住撕毁了协议 率30万大军 于1946年6月围攻解放区 发起了全面内战 事实证明 重庆谈判这是老蒋为了打内战放的烟雾弹 他把自己假扮成和平使者 在烟雾弹的掩护下 为内战做准备 可惜只能蒙蔽一时 人民最终还是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站在了共产党这边 有句话说得好 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我军的奋力反击下 老蒋最终摆逃台湾 这一切都少不了伟人的功劳 让我们一起缅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